好,回到11月4日 今天是星期三 現在的時間是2點47分 這條片《一學花生》 我過往一直在Patreon上出了先 因為現在美國大選 今天開票日,戰況激烈 所以我會馬上上youtube 讓大家去分析現在的情況 希望大家更踴躍 可以加入Patreon來支持花生台 like share和comment我們的影片 多謝各位網友收看 現在的情況看起來 全國的點票大部分的州份都七七八八 如果今天還未有結果 主要是有三個州份 一個現在咬得很緊 戰況非常激烈的就是賓州 賓州目前來講 點票率只有68% 這個州份 各個選舉人票也有20個選舉人票 接著就是密歇根州 密歇根州 現在都點了才六成 六成多一點 還有威斯康辛州 78% 這三個州份 我們一見到出來的Live update 侵侵都是大勝的 賓州 侵侵是大勝56.5至42 相對於拜登的42 密歇根州 侵侵就是53.4 大勝拜登的44.8 而威斯康辛州 就是51 大數拜登的47.2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為什麼現在你說 見到 哇 你這個阿侵侵那個 形勢大好 我們見到他剛才 就是出來的時候 今天下午 就是剛剛 就是香港時間 差不多1點多鐘 出來的時候 他也都在講 形勢大好 我見到他在Twitter那裡 無端端出了一個報告 就是有人嘗試偷走他的選舉 與此同時 就是剛剛半個小時之前 其實剛剛也是1點多鐘 拜登其實都跟支持者說 就是叫支持者耐性等待 他就感覺良好 非常之有自信 雙方面其實都覺得自己贏 但是表述就有點不同 那阿侵侵就是說 現在有人嘗試偷走他的選舉 剛剛被Twitter 就好像是 就是 說他這個訊息未必可信 還是怎樣 我見到一些報道 就好像是 斷了一條訊息 還是怎樣 可能就是 不讓他怎樣亂發 那 好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表述呢 這個呢 就和我昨天 和大家做過的預期 是吻合的 那為什麼 在賓州 密歇根州 和威斯康辛州 就是這個 特朗普都會大勝得很厲害呢 那因為 現在呢 可以點得到的票 多數都是昨天 即日投票的票數來的 即日投票的票數 是有超過六成的票 是支持特朗普的 而現在是比較適合的 即是之後下來 等著去郵寄回來的票 也都是 剛剛好反過來 是六成支持拜登 而三成多 就是支持 四五成 四成左右 三四成左右 是支持特朗普的 所以變成了 那個比率是剛剛好倒轉的 所以現在呢 情況就是 可以預期 侵侵就會贏頭 就輸尾 可能是 或者贏頭 就是 被這個大拋 大拋來的頭 然後呢 才是被這個 拜登追上來的 以這樣的數目去計 其實是可以預期的 但是 我們都要對照 那個民調 因為如果你說說賓州的話 就是講民調 現在 可以看到的 賓州剛才說了 現在點了 68%的票 那麼 那麼 侵侵是贏14% 那麼多 但是 如果賓州 如果講民調來講 侵侵是落後 拜登是4.6%的 最新的民調 所以呢 可以預期 在那個優遞投票那裡 應該是會被人追上 被拜登追上來 那麼 只要 這個 看看 川普可不可以保得住 那個優勢 那麼 我想 希望他不要虧那麼多 那麼 密歇真跟州 那個優勢 就少很多了 那麼 那個就是 密歇跟州來講 川普現在是 53.4% 就領先 拜登的 44.8% 那麼 不是贏硬的 因為現在這個 一個更少 就是現在點選的 數字 是63% 那麼 所以還要等 37%回來 那麼 才會 是 被這個拜登追上來的 而民調來講 拜登在密歇根州 也是領先的 51.2% 是 贏 川普的43.2% 那麼 還有威斯康辛州 威斯康辛州 現在川普的領先優勢 還更加少 那麼 51% 是對拜登的 47.2% 那麼 那麼 而民調來講 那麼 那麼 川普是落後 8.4% 那麼 所以呢 這個數字 如果對照民調來講 是 吻合的 因為 就是 你講賓州來講 那個民調呢 所以 川普只是跟拜登 是相距4.6% 但是 現在川普的領先優勢 是去到56.5% 就對這個40.1% 那麼 所以呢 我覺得 賓州 川普如果這樣看 這個數去看的話 應該可以贏的 那麼 但是 不要忘記了 密歇根州 其實很危 密歇根州 都可以贏 密歇根州 因為現在 你暫時來講 是有9% 但是 威斯康辛州 就很敏了 但是 威斯康辛州 都點了78% 那麼 所以 希望 特朗普補到尾 優勢 那麼 短期內 可能在今天內 會有結果出來的 那麼 那麼 也都很重要的搖擺州份 就是 這個 北卡來聯合州 特朗普現在贏了 那麼 50.1% 就相對於 48.7% 還有就是 Georgia 這個 喬治亞州 就是 贏中 這個 特朗普 就贏中 拜登的 2.5% 那麼 這兩週就是 如果 贏得到的話 那就 還望 那就 很穩陣 其實就是 比較穩陣 至少可以 保障到 特朗普 那個 還可以打下去的基礎 如果這兩個州 隨便一週 那麼 起碼 特朗普在剛才的賓州 密歇根州 和威斯康辛州 就會贏了 短期內 我們 今天 如果特朗普要贏的 所以 納卡羅里納 和 喬治亞州 都一定要贏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 或者是 一週 都很危 我覺得就是 這三週來說 接下來 就看賓州 密歇根州 和 威斯康辛州 最遲 可能點票 就是 我看到一些報道 就可能說 要幾天 甚至乎是 禮拜五六 才會出到 那個投票結果 所以 我昨天都和大家說了 在這個禮拜 裡面 就會有黎章摔角 那麼 為什麼 會有人偷走他的選舉 我相信 其實這個 也是買政治保險 就預期 如果 在那個 郵帝投票 被 拜登追上來 的話 他 就會這樣說 就說 你真的偷了我 那個選舉 這樣 那 這個 我想 其實他就留了一個 空間 給自己 去struggle 去爭取 可能去打官司 這樣 黎章摔角 就是這樣 好 今天 就是 講到這麼多 那 就 God Blaze 沉沉 我的立場 都是很清楚的 拜拜 各位網友 秋風喜 吃立美 人民超市 香港製造的 立場 你買了沒有 要吃黃金比例 三分肥 七分瘦 就要買鮮肉立場 208元 想吃瘦一點 就要吃黃牌立場 兩分肥 八分瘦 218元 我們還有鮮潤腸 用火雞雞肝做的 鮮味無比 現在是賣208元 至於大家最喜歡的 鵝潤腸 由鵝肝製造 入口金香 絕不由利 真是飯都吃多些 現在是賣228元 有佳牛必要配好酒 所以凡是買兩盒蠟腸 或者潤腸 就送Kawaii Kato 紅酒或者白酒一枝 價值128元 多買多送 送完即止 再配上今年新的 中國特級花菇做煲仔飯 花菇粒粒厚身 菇味濃郁 想起都流口水 一斤張原價120元 現售88元 今期特別推介 澳洲黃牛M6肉眼扒 油花十足 口感一流 配上紅酒 簡直人生樂時 現在200g 原價188元 紙售158元 還有其他優惠 請看人民超市網頁和Facebo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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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